大家好, 我是Sarika 5月28日跑馬地夜賽 最後一次上演 法國五月快活谷活動 場內繼續有法國美酒、美食 以及街頭藝術 而且還會有法國風的音樂表演 讓大家可以沉聚在法式寫意風情裡 再用Race Simulator幫忙備戰 就趁到絕了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第八場第二班千二位賽事 十二號馬賀賢馬房的喜寶區 上場跑谷草同城賽事 在雷神莫雷拉跨下落敗 但回看競賽過程 其實只是欠缺一些運氣 這場這隊人馬捲土重來 雖然喜寶區的能力評級 在全場來說不算很突出 不過它的狀態評級就相當不錯 不知道Race Simulator 怎麼看它的增盛機會呢 馬上看看預演吧 1,2,1,2,1 喜寶區應聲彈出 我當大將風雷都出得快 女英進區 芙蓉之寶 郭威龍 卡加獨力 直直一起在前面 接著就是響其城環保戰事 同過夢想和歡樂時光 在美暫時就威威 巨星萬事勇 開始轉讓和軟彎 補足很慢 喜寶區前 單騎慢放 大將風雷守著第二 喂 同過夢想環保戰事 一請 我當蓋上來 過了女英進區 郭威龍和卡加獨力 芙蓉之寶就在我碟舌位 在尾還是萬事勇 進來最後直路 帶頭還是喜寶區 但我當環保戰士同過夢想已經拍到上來 涉內欄上有郭威龍 中档左串右插上來就威威巨星和萬事勇 最後200米 喜寶區走勢有點轉讓 這時候環保戰士率先將他追過 同過夢想、威威巨星、郭威龍都如飛殺上 但環保戰士充實看來完全控制大局 過了環保戰士第一 同過夢想第二 威威巨星第三 郭威龍是第四 喜寶區入直路前本來形勢大好 但可惜有頭威,沒有尾震 表現一般 看完Race Simulator的分析之後 接下來就到我的那些 跟剛才有一點不同 看回12號馬喜寶區 上場因為排外檔起步 賽事早段被迫留後勁跑 到入直路衝刺的時候又受阻 他在這麼惡劣的形勢之下 都差點追到這次又同場的環保戰士 所以喜寶區的能力評級 應該跟環保戰士差不多 另外,喜寶區在季中的時候 曾經少休三個月 加上場受阻,用力不多 他現時的狀態應該仍然好 跑法方面 喜寶區這場雖然排在一檔起步 但是看他上場已經學會追馬 而今場又有 旅嬰晉區、芙蓉之寶這些快馬列陣 起步區早段或稍微留力 守在前領馬之後的角逐 對手方面 芙蓉之寶是不慣常前領的馬 今場排在12檔起步 他早段應該會爭奪領先位置 務求盡早切入內蘭省位 而郭威龍就慣常採取居蹤後上的跑法 今場排在三檔起步 他應該會繼續採用相同的戰略 立即再看看 一檔的時候 起步區應聲彈出 芙蓉之寶大將風雷都出得快 我當時搶起來 雷嬰晉區卡卡獨力都拿在前面 接著就是同過夢想環保戰士 響其成和抗威龍 在未幾匹馬暫時就歡樂時光 威威巨星和萬時勇 開始轉兩和軟彎 步速正常的 起步區已經過了芙蓉之寶大將風雷領先三個馬位 同過夢想學黨都上到第二 芙蓉之寶大將風雷就開始退 環保戰士都跟著同過夢想學黨上到 拍著女英進區和卡卡動力 在未還是萬時勇 進來就有直路 起步區前面領先四個馬位 同過夢想都擺著其他馬上到第二 環保戰士頂出大個檔上 內蘭上來就威威巨星 最後200米 起步區仍然領先三個馬位 同過夢想這兩步衝行越多越近 環保戰士, 威威巨星都如飛沙想 前面起步區走勢有點轉弱 但同過夢想始終都沒辦法追上它 過了點起步區第一 同過夢想第二 環保戰士第三 威威巨星是第四的 發色風情有型又隨意 其實備戰都可以這樣 立即透過以下這個網址 又或者QR Code 免費下載Race Simulator 就可以調教個人數據 輕鬆預測賽果 再火砌 到下一次 我們來吧 que如果大家有的 程度 爭培 我們來 可以